好,这是我们的38寒式疗动机采屏一斤表的 这是控制器发热板,这是下风桌笔板 这个下面是可以调压力的 我们首先,如果要调的时候要把这个先松掉 这边逆势针转一下,松掉之后 然后来转这个压力调用来转它,来调压力 调好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发热板对齐 跟这个上板刚好对齐的情况下 然后把这个螺丝扭一下,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扭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当这个手往下压的时候 就有点费力的时候,就是可以的时候 这个压力就OK了 那我们这边往这边扭一下 它这个可以完全扭开,我们把这个布先铺好 首先把这个布完全铺平 然后把这个生态纸呢,面下这个布料平补下来 然后扭过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三合一仪表 首先按第一次,5P说明是温度调节 我们此时可以按这个向下箭头来增加温度 还有这个向下箭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设220度烫升华烫 然后再按一次,是5到F,就是时间调整状态 那此时我们可以按这个这个箭头来增加时间 和这个箭头来减少时间 然后调完之后再按一次就完成设定 第一排温度,第二排时间 然后这个是counter,就是说计数器 你每倒计是一次,它会自动算一次 如果说你要清零的话,我们按下这个箭头 长按5秒钟,它就会清零 你看它会闪一下 然后就会清零 OK,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烫化 这个都已经调好了啊 这个温度时间都已经调好 我们把这个往下一加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开始倒计时 当它归零之后呢 这个就会自动明觉 提时已经烫化完成 好,今天去自动计算一次 然后我们把它给拍起来 然后我又转,转出去 你们可以看它们效果非常好 好,这是它们效果 嗯,好的,谢谢